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特派員Eva 那我們今天要介紹的是C-SHOCK這個指標 在做影像或是圖像數字處理時 運用大量的API的時候可能會運用到 尤其自動化設備視覺的領域 速度、產能量率也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指標也是其中一個環節 那我們在討論指標的前提 首先我們要先了解一下日常生活中電腦的記憶體 那什麼是電腦記憶體呢? 又跟指標有什麼關聯呢? 接下來我們就進入正題吧! 音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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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介绍完内存的部分 我们要来透过C Sharp绣一段程式码 分别的话呢有三个部分 指标取指 方法指标 指标运算 希望大家听完呢有进一步的了解 Let's go 首先呢如果要在C Sharp的底下使用指标 要先开启UNSAP关键字 现在我们要做的呢就是要把变数A的整数的地址呢取得后啊 复制到指数变数P 最后显示指标变数 最后显示指标变数 指向变数A的地址和里面的顺值 最后显示指标变数A的地址和里面的数值 大家有没有发现 今次期的指标变数地址啊 最后纸上的地址改变了 接下来我们继续练习其他不同资料类型的变数 做法很类似 各位可以试看看哦 接下来练习啊 我们要建立一个物件 并在物件里呢 建立一个带有指标类型的参数方法 最后一个练习呢 我们使用指标 透过自行建立的带参数方法来做运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咯 介绍完以上三种指标的练习之后呢 希望大家对指标啊 禁锢的了解 最后我们要带大家进入重点的压轴好戏咯 那就是图像处理的三种常见方法 那我们直接开始吧 好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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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吗 彼此 好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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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